在刚刚结束的第33届金曲响颁奖典礼 蔡建雅一举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等四项大奖 成为了最大赢家 但很多人开始把她过往的抄袭行为拿来做文章 认为她这次拿奖没有实质名归 但抛开她抄袭的事实 其实她还是有一些创作实力的 尤其是给别人的创作质量都很高 2001年刚出道几年的蔡建雅给王菲的专辑 王菲创作了歌曲打错了等等 虽然跟专辑里的其他歌相比显得比较冷门 在当时也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但作为一个新人能为天后写歌 也足以证明蔡建雅的创作水平 而歌曲打错了更是让她入围金曲响最佳作曲人奖 你们会讲什么 口气会不会软软的 你紧张的想哭 多年后想请今天值得不值得 长镜头 我们的回忆里拍下太多泪流 只有两风浪海和沙丘 天后纳英的这首《长镜头》 摄录在她2011年的专辑《那又怎样》中 虽然算不上肉门歌曲 但不少歌手都翻唱过 而纳英极具辨识度的声音 配上蔡建雅的曲画面感十足 在Project War工艺演唱会上 纳英共事联手蔡建雅演绎了这首歌 我们的回忆里拍下太多泪流 只要两风浪海和沙丘 我到那天 疼痛 你轻巧会比我光标凰的秋山 这首重来发现于2011年 是黄小虎的代表作之一 词曲都来自蔡建雅 虽然填词不是蔡建雅的强项 但简单质朴的歌词同样能打动人 配上黄小虎山感和沧桑的响音 简直是绝派 作曲都来自参照 《寗加勇寻》 《寗加勇》 《贵身曲》 《寗加勇》 《寗加勇》 或者说 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 它是灵孔的爱 却忘了该不该让梦掩盖 当年那女孩 假如你看见我这样 其实对于从今的超级风波 蔡甲本人也大方的回应过 是裁缝还是真实力 就让时间来证明吧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